记者郭安家台北报道,文化大学大群馆争议引发社会讨论学生宿舍问题,台北市议员阮昭雄金于议会质询指,台北市立大学从104至106学年度,虽然中间层增加200个床位,但齐天母校区宿舍供给率仍达不到60%,加上过度依赖学费营运,滥用歼面教职人员, 也让该校登上反教育商品化联盟的公立大学学店排行榜第三名,对此,台北市大学代侠林校长说明,已规划三个宿舍方案,其一,天母棒球场看台下方兴建学生宿舍,其二,在市邻居的天河里里民活动中新增建床位,其三,五常国中的国际学员学生宿舍会在今年年底完工,因应需求, 教育局长曾灿金说,如果三个方案都完成,可减轻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宿舍压力,但阮昭雄指出,天母棒球场看台下方建造学生宿舍,实在不合理,不可思议,若举办棒球赛事,学生们怎么在学生宿舍休息? 他要求校长从场计议,至于其他方案也只能提供约50至100个床位,仍无法解决问题,他说,台北市立大学作为重点的研究单位,教学单位,竞争力备受瞩目,如果连学生宿舍的问题都无法解决,特别是体育相关学系的学生,要他们如何能够维持休息与训练课程的平衡? 而从反教育商品化联盟提供的数据指出,台北市立大学竟已登上公立大学学店排行榜的第三名,其中宿舍不足,依赖学费,滥用兼任,滥用专案几项议题尤为严重 的Bull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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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